为什么魔术师能够让燃烧的蜡烛悬浮在空中 除此之外 魔术师还用手证明蜡烛的上下左右 都没有任何东西 因为魔术师把蜡烛固定在了一根铁丝上面 铁丝的另一端则固定在桌子底下 这样穿上黑色的衣服 就能做到蜡烛悬浮的魔术效果了 表演这个魔术的时候 千万不要让观众坐在自己的旁边 不然你的秘密就会暴露在大家面前了 为什么魔术师把白纸点燃之后 放进碗里再把碗倒扣过来 竟然能够变出一张美金出来 因为魔术师事先把钞票藏在了掌心中间 当白纸燃烧结束以后 趁机把钞票放进碗里再倒扣过来 这样一个神奇的凭空变钞票的魔术就成功了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让桌面上的皮筋 自动悬浮到空中 因为魔术师在皮筋的上面 绑了一根非常细的引线线 引线的另一端固定在桌上的笔筒上方 表演的时候 只需要用手提起引线中间 就能让丝巾悬浮起来了 为什么魔术师把戒指穿进绳子里面 再打个死结 用手握住以后 竟然能让它们自动分离 因为魔术师打的这个绳结并不是死结 表演的时候 只需要用手把绳子翻转一圈 就能让绳子穿越出来了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把手中的硬币 瞬间变出一朵玫瑰花 因为魔术师在手掌里面 藏着一朵玫瑰花 表演的时候 让玫瑰花与硬币重合时 将玫瑰花展示出来 紧接着魔术师再把硬币顺势拿走即可 为什么魔术师可以凭空 变出一根一米长的法式面包 因为魔术师手上有一根透明的管子 面包就是从管子伸出来的 这个春晚直播的镜头 已经为我们揭秘了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让绳子上的绳结 能够自动打开 因为魔术师在纸桶的后面 打了一个孔洞 当魔术师把绳结放进纸桶的时候 就会用拇指伸进绳结 再拉动绳子 这样就能让绳结瞬间解开了 为什么魔术师的扑克牌 能够在杯子里面变化点数 因为魔术师把两张牌重叠在一起 当作一张牌使用 表演的时候 用十指顶住第一张牌 往上提一半 就能完成这个扑克牌变化的神奇效果了 为什么魔术师把钞票包裹扑克牌之后 竟然能够让扑克牌穿过钞票中间 因为魔术师在正常的扑克牌后面 沾了半张扑克牌 钞票就是卡在这两张扑克牌中间的 这样看起来就像扑克牌穿过了钞票一样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用自己的意念 打开汽水的瓶盖 因为魔术师从自己的黑丝里面 抽出了一根非常细的黑线 表演前把这根线固定到双手之上 表演的时候 用黑色卡住 事先就打开的瓶盖 轻轻往上提 就能让瓶盖瞬间弹射出去 当你有了这根黑色细线 以后还能让钞票悬浮在双手之间 非常的神奇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让自己的男朋友和闺蜜 瞬间消失不见 因为魔术师用不挡住男朋友和闺蜜的时候 男朋友和闺蜜就迅速地钻进小树林里面 那么这个神奇的人体消失魔术就成功了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让扑克牌的牌角 变成隐形的状态 因为魔术师的扑克牌后面 粘了一根铁丝 铁丝的另一端 则固定在魔术师的小纸上面 表演的时候 让铁丝绕过手掌 就能让牌角隐现了 为什么魔术师进入纸箱以后 竟然能够在一瞬间凭空消失 因为纸箱的下面还有一个下水道 美女就藏在下水道的里面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让乱七八糟的魔方 一瞬间就还原了 因为魔术师事先就将魔方 按照特定的路线打乱 表演这个魔术的时候 只需要快速地 把魔方按照原路返回的原理 快速扭回来即可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让扑克牌 进入勺子遮挡的时候就隐形了 因为魔术师扑克牌的后面 还粘了一小张扑克牌 魔术师在表演的时候 拉动这张卡片 就能让扑克牌弯曲 从前面观看 就像是消失不见了一样 为什么魔术师用玻璃杯 盖住硬币以后 能够让硬币消失不见 因为魔术师在杯口的位置 粘了一张跟桌布一样 颜色的卡纸 所以硬币其实就是盖在这张卡纸下方 这个神奇的硬币消失数就成功了 为什么魔术师 能够用一面控制灯泡自动点亮 因为魔术师的这个灯泡里面 暗藏着一颗扭扣电池 表演的时候 只需要用手中的磁铁 靠近灯泡的底部 灯泡内部的霍尔开关 就会启动 让灯泡自己亮起来 为什么三岁小孩 能够凭空消失一支签字笔 其实这个魔术的原理非常简单 我在利用这个原理 瞬间把手机消失不见 其实魔术师在双手交叉 彻底遮挡手机的时候 快速放手 让手机自然掉落到地上 从前方观看 是完全发现不了的 最后双手打开展示给观众看 这个凭空消失手机的魔术 就搞定了 为什么魔术师 能够让白纸瞬间变成钞票 因为魔术师的钞票和白纸 是粘在一起 并且可以折叠的 魔术师在表演的时候 就会展示白纸部分给观众 最后只需要轻轻一拉 就能够后面的钞票 变到前面了 为什么魔术师 把钞票折叠起来以后 竟能变出一枚银币出来 因为魔术师 把硬币放在了钞票的后面 展示钞票的时候 利用偷梁换住的原理 让前方的观众看不见硬币 最后把硬币包在钞票里面 再倒出来就好了 为什么魔术师 能够让硬币瞬间从杯底 穿越进杯子里面 因为魔术师 把硬币夹在了手掌中间 再丢到左手 这样观众看起来 就以为魔术师 把硬币丢到了左手 最后右手拿着杯子 左手拍杯底的同时 右手把硬币放下来即可 为什么魔术师 能够在衣服上 瞬间拔出一根滑子 因为魔术师 把滑子藏在了手指的后面 魔术师在拉动衣服的同时 用拇指把滑子推出来 就成功了 如果事先 你在拇指的后面 粘上双面胶 还能让滑子 在你的手上消失不见哦 为什么魔术师 拿出一条绳子 绕过脖子以后 竟能瞬间穿越过来 因为魔术师 并没有真的交叉 把绳子绕过脖子 而是把绳子折叠一圈 并压在另一根绳子下方 这样从前方看 没有任何问题 最后只需要 轻轻一拉即可 为什么魔术师 能够让魔方 瞬间变成 无数颗彩虹糖果 因为魔术师的魔方 是空心的 糖果事先 就放在这个暗格里面 表演的时候 只需要快速 把魔方拿走 里面的糖果 就会瞬间分散开来 为什么魔术师 能够让自己的拇指 分离再复原回去 因为魔术师 分离出去的拇指 是另外一个手的 表演的时候 必须利用食指的遮挡 这样从正前方 观看这个魔术 确实像把拇指 分离了一样 为什么魔术师 能够让一根皮筋 凭空旋停在 自己的双手之间 因为魔术师 用到了一种叫 引线圈的魔术道具 表演之时 把它套在手掌上面 接着把皮筋放在上方 再用另一只手的手指 挑起引线圈之后 再把皮筋丢下 这样皮筋看起来 就旋停在双手之间了 为什么魔术师 能够召唤一个 迷你小手掌 出来拿走手上的硬币 因为魔术师 用到的 就是一个魔术道具 这个小手掌上面 安装了一颗磁铁 同时 它还能戴在小纸上面 所以在表演的时候 利用另一只手的遮挡 小纸就能操控小手掌 把硬币吸进去了 为什么魔术师 能够让纸团 从杯子的底部 穿越进杯子里面 因为魔术师 准备了两颗 一模一样的纸团 并在其中一个纸团里面 包裹了磁铁 除此之外 魔术师还在中纸上面 带了一个磁铁夹子 表演的时候 把磁铁纸团 事先放在杯子里面 并用手中的磁铁吸附 接着假装 拿起桌面的纸团 顺势丢到桌下 最后只需要拍杯子的时候 释放杯里的纸团即可 为什么魔术师 能够让金发美女 悬浮在自己的身前 因为魔术师 用到了一根特别细的隐形线 事先把隐线固定在 金色美女身上 再把另一端 固定在魔术师的脖子上面 就能让美女悬浮在自己的身前了 为什么魔术师 能够让滑子慢慢地穿过硬币 重点是 硬币上面没有任何孔洞 因为魔术师 用到了两节带磁铁的滑子 表演前把短的滑子 放在硬币的后面 接着再把滑子 放在硬币上面就可以 为什么魔术师摇晃勺子 能够让它从中间 直接一分为二 因为魔术师 事先就用老虎钳 在勺子的中间 减断99%了 所以在表演的时候 只需要用点力摇晃勺子 就能让它瞬间分离 为什么魔术师 能够让口罩脱离地心引力 从而悬浮在空中 因为魔术师 还是用到了非常细的引线 这次魔术师 把一端固定在墙墙壁上面 另一端则放在嘴里面 表演的时候 把想要悬浮的东西 挂在引线上面即可